七年的探索方舟經歷 多次挑戰土耳其阿拉納山 超過四千米的險象雪嶺 華人方舟探索隊員 袁文輝、楊炯祥 前英軍訓練教官李耀輝、Panda 和唯一女探索隊員, 梁艾玲 一起見證上帝和聖經的真實 見到一條路 有點木牆 從驚心動魄, 極度空險的探索歷程 到集體祈禱後出現的神跡和大領 終然多番遇上初敗困難 四位探索隊員仍然不放棄去寫命拼搏 今天, 探索成果終於製作成電影 《奴亞方舟驚世啟示》 還在全球巡迴報道和戲院公映 將四位隊員的生命經歷 和抹世啟示, 震撼每個人的心靈 在這個一連六集的專輯中 他們會再仔細親述更多電影背後 鮮為人知的真實經歷 將上帝的帶領和信實 極禮滿一個你 上集說到木結構所在位置非常險峻 需要一個體格強健的人執行任務 用一種祈禱的心去問 就是如果上帝給我們有這樣的人 那我們就好了 靠著祈禱, 《Panda Cup》時出現 所需經費更加在四小時內籌募完成 不過香港隊員要和文化背景 完全不同的土耳其富爾德人 一起出生入死 當中一定有衝突和磨擦 最終他們如何合力完成任務呢 富爾德人很特別 其實長哥跟他交手了很多次 長哥很有經驗 你讓他說一下他 長哥印象中的富爾德人是怎樣 其實富爾德人其實很有趣 他整個樣子都差不多了 是… 因為… 中國人都差不多了 他山上的人很年輕 譬如三十多歲, 他已經像五十歲 是… 因為他山上跑來跑去 而且他們是… 如果他和你交往, 他會當你兄弟 你不要當他是一個… 即他們不是工人 不是公司… 不是公司 他是一群人 一群人全都認識的 眾情義… 眾情義 如果他和你搭頭 就當你是兄弟 其實要大家互相信任 其實他就會… 他會承諾他答應你的事 但中間有很神秘 神秘的意思是 他有時候有些困難 他未必告訴你 他可能說一句半句 但其實在山上可能很空險 他可能說一句半句, 你不行 而且他的英文真的不太好 不行, 我全程都… 但你交往過 他們也跟你稱兄弟 對… 因為他其實… 其實… 但是他看到你 你有一點不同的身形 和我們 還有中國的特性 我想我們都是重情義的 不過… 做影音這個… 就是… 特質呢 就是… 你一定要有個好的計劃 才可以拍到好的東西 所以… 很多時候 長哥就跟他談一些計劃上面的東西 你答應了 你就要做到這件事了 那麼… 我就看到一次 但是… 真的… 大家都無法合照 就是… 他們知道在山上很難 因為要開兵、要上 在風雪之中 你連人都經常受傷 但是… 我們又不行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 我們又要趕回香港 所以… 其實… 我看到那次長哥 就真的很激起 我從來沒見過長哥發脾氣 那次她是… 其實是第一次想… Fiona參與了 是 就上上衣 就是一個大型的上衣 是 那次… 很大型的力 但是那次… 發聖的阿蜜就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很惡然 想不到阿蜜不去 那你不去 我們怎麼上山呢 其實我們… 即時的情緒都飆了頂點 但是… 我看到長哥突然爆發 衝出去,指著他們來罵 然後其實… 兩邊馬上有人按著阿蜜 按著長哥 不然就兩個人這樣衝過去 那時候我們呆了看著環境 但是… 但是… 後來聽長哥解釋 其實… 因為你一定要表明態度 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們這樣的決定 是影響得我們很重要的 其實… 在香港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有很多支持者 支持了我們去 我們… 在我們出發的時候 去告訴大家 是… 是… 是找到的了 是會拍到的 是成功的 但誰知道原來遇到這麼多 其實… 可能我自己也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去到… 去到… 我們已經等了幾天 是… 其實我們去伊斯坦堡 等了幾天 連東部也去不了 因為東部第一… 第一站 東部也沒有下距 那時候還沒下距 還沒下距 還沒下距 但因為已經有很大的風雪 其實他的優秀訊息 就是兄弟已經受傷 確實後期真的發覺 真的兄弟受傷 但是那一刻 等了幾天 我們一起去東部 但是… 阿麥呢 就說不去 因為他要在這裡處理些事情 那麼我們… 其實… 這個人過去 跟他的兄弟過去 其實我們都沒有信心 沒有把握 那麼他還… 早上一早在這裡 已經喝啤酒 就是… 我覺得… 為何你這樣呢 而且… 起碼在過往幾年 以前, 長江、文輝都認識 曼提堅這位 可能相處過 我就是第一次認識他 第一次這樣面對這個事情 即是很接受不到 我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他真的接受不到 他覺得很差 很差, 其實在整件事裡 好像承諾了, 不能夠兌現 你們是專業的 你們應該負責 如果你覺得這一刻上不了山 為何你們還叫我們來 應該過來 我們是計劃了 我們的所有事情都寬死了 對, 但沒有彈性 我想Handa, 你不同 你知道上山的環境是不同 那個彈性相比我們一定闊 但那時候我沒有 在我們的情緒裡 我真的可以說 我是慢慢發惡夢 在等待的過程裡 其實我們整個團隊都… 我慢慢發惡夢 沒有失落 然後坐在這裡突然自己哭 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完成不了 好像騙了人 然後每一天都肚痛 每一天都緊張 緊張到… 要麼不吃東西 一吃東西就馬上肚痛 其實差不多有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裡都是這樣的狀態 那一次的印象或心情 是真的不可能平伏 是有點谷底 所以其實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要更加靠著聖經、詩歌 以及祈禱、求實 人很有趣 你去到一些困境或門局下 其實你很想快些看到上帝的指示和信號 所以往往就是在這些情況下 但是科長探索就是一件 你沒有辦法可以欲速不達的事 不是你心急 不是你很焦急 或者他答應了就可以 因為我最後才知道 原來整個局面是很複雜的事 政治環境 當時候悔得那些人在那邊 其實那個城市都有凍亂 第二個天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他們開 我知道那些兄弟要開兵 要進去 其實他們也有些願算錯誤 所以資源和他們是人力 在願算錯誤之下 阿密自己也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開一米 然後一晚便封回大半米 應該說他掘三米便封兩米 是的 其實效果是一米的 就是很慢 是的 很慢得來就是受傷 其實我們覺得幾個 試過沒什麼好做 其實很失望 是的 大家都覺得 十點一帶我們在這裡 其實我已經去到一個埋怨 我埋怨他們兩位為何要合作 為何一定要做一些不可能的任務 去到一個地步 其實不想跟他們聊天 文輝很無奈 平時我有很多話說 去到一個地步 我已經欺負我臉 不說話 他們去罵我也不說 但其實有時候很有趣 有人性 但是同一時間 神真的在這裡 神可以透過一些很簡單的環境 他讓我們知道一些事情 有方向走 如果你現在讓我想起 在上山之前 其實我的傳導人已經叫我 你拿著藥書看吧 因為其實一直都在說 他怎樣靠神去打贏 打贏每一場仗 你也要讀給我們聽 是, 我也讀給你們聽 而且我自己靈修的時候 我自己看經文 這樣其實很沉 又帶起你一點點… 很沉又帶起你一點點 直至有一天我已經去到崩潰了 我的情緒已經去到崩潰了 我們已經沒有訂好 可以去一間咖啡室坐在這裡 我已經破例不喝咖啡 喝咖啡, 要刺激一下自己 然後文輝突然跟我說 他可能你冷靜一下 我說什麼 其實我已經不想跟他說 他說 不如你重頭慢慢想一下 如果第一步 你去籌污你上山那次的經費 如果不是神開路 你今天為什麼會在土耳其坐在這裡 如果不是一步步開 你不會坐在這裡 其實我們做這件事 才真的明白跟上帝的人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人 是願意跟從上帝 那他們怎樣去做一件上帝 要他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次的求問 或者一次的祈禱就夠 是不斷 其實不斷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有軟弱 有不知為什麼 有等頭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每一段時間 你都要在上帝裡面 找回一些他的印證 他的帶領 就是如果有一個指路的指標 你去達到這個方向 你就可以越走越好 有很多時候 不是完全順利 所以我想我們自己的經歷都是這樣 是 人是會… 那次真的很難看 那次真的很難看 其實在那個教訓室裡 我自己也很難看 然後我自己說不如這樣 我們一起牽著手 向神認罪悔改 再一次在神面前求問 也要求上帝教我們怎樣做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我們不懂得做 但其實你… 其實每次奇緣土 都好像有些重新的靈 但那次我記得 那次我們咖啡室很失望 那次失敗了 是的 失敗到…回來了 好像無法交代 無法交代 無法交代 心情還是差 但我又可惜一種功課 是嗎 其實回來之後 真的無法交代 但是很多時候 都跟支持者聊天 這些支持者 其實他們真的很好 一件事就是 他們每個人都在告訴我 即是… 不知道我是否神感動 每個人都是這番話 其實我回應是在回應神 我不是在回應你 譬如我可以 我不是回應現金使團 很大鼓勵 因為其實是一個 神從神而來的計劃 所以… 即使這次做不到 你們安全回來 可以的了 盡了你的能力便可以的了 所以在這個局面下 即是… 每一次奇緣土之後 即是… 人就會… 態度不同了 我們面對的事情都不同了 那… 很自然的環境都會不同的 那件事的情節 你會見到 好像寫稿一樣 是會轉變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自己又覺得很大感恩 就是… 不單在山上有一隊的 即是塔術隊 或者大家都各岸其職 但更重要我覺得 是… 是… 以立基金 即是陳太 其實他… 和一群很好的祈禱的弟兄姐妹 和影音的同工 一起為我們祈禱 是… 有小賊子 是… 你記得小賊子有哪幾樣 第一集我會說過 其實我們是上帝所做的 是身體上帝所做 所以我們沒有分高山人低山人 第二 我們是夢神所猜派出去的 第三, 求給我們有一個開闊的心 去接納這些弟兄 因為其實富裕所讀的弟兄 跟我們根本的文化很不一樣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是 最重要發覺 其實當你們喊家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真的馬上… 耶稣, 你要讓他們有平和的心 你讓他們有一個歡呼的心 我真的在這裡祈禱 不斷在這裡祈禱 我記得還有一個 就是求神讓我們有言語 懂得去分析 懂得我們上山的時候 看到什麼有言語 對著鏡頭可以說得清楚 其實我記得有這幾樣東西